大家好,2021年3月24日第二部视频 招商银行出了年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并不是说招商银行亏损或者是盈利多少钱 或者是给员工乱发了多少钱,引起了关注 而是什么呢?大家通过这个年报里面的客户情况 以及客户资产情况,推算了一下 感到这个非常震惊 为什么?这从招商银行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个在年报中啊,说招商银行一共有1.58万 1.58亿户,1.58亿户客户 总资产呢,涉及到8.9万亿资产 其中呢,高端客户呢,就是金奎花客户,含有金奎花以上的客户,包括私人银行客户 这里面呢,有310万客户,他们呢,一共总资产涉及7.3万亿 那也就是说8.9亿里边7.3万亿,主要是高端客户存的 这个金奎花客户呢,资产是要求50万以上 房产不算,不是说你有套房子就算 因为银行考虑啊,房子有可能是这个资产变动太大 不要看今天值这么多,明天不一定值多少 再一个,很多人的房产都是贷款 所以呢,你只有这个现金 存款,理财,保险 证券,债券,国债 这些才算是你的资产 你说这些纯资产,只有50万以上的人 才可以存,才可以这个申请金奎花卡 开这个金奎花的账户 这金奎花这个客户呢,大概是300万 嗯,他们呢,涉及到资产呢,是7.3万亿 我们刚才说过了,户均呢 就是这个金奎花客户呢,户均呢 是243万元 一个金奎花客户啊,平均啊 那个资产从里边存有243万 那看来确实不是小数 说明这个金奎花客户还是非常有 实力 因为普通人,假设即使你有点存款 但很可能你的房子还是贷款 车可能是贷款 嗯,自己还有其他的贷款 你要是纯资产,能达到243万 把车房都去掉的,并不多 这个呢,还不是最扎眼的 最扎眼的是谁呢 私人银行客户 也就是说,给你提供特殊的服务 每个客户呢,都有这个 专属的客户经理 理财经理 来为你专属服务 什么时候,银行有什么事情 客户经理都会给你及时打招呼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客户经理也给你关照的 非常的细 那私人银行客户有多少呢 全国一共有10万户 总资产1000万元 不含房产,也是净资产 才可以开这个私人银行资质 现在私人银行这10万户 他们的平均资产是多少呢 他们的总资产是2.77万亿 平均呢,一个人呢 在里面呢,能存2770万 那这就是千万富翁了 去掉房产,去掉汽车 去掉负债 还有2770万元的这个存款 那这真是高端客户 猛的这么一看呢 就是一堆枯燥数字 但是呢,你要是通过那篇文章呢 你看了一下,比了一下 这个文章研究的挺兔,把这些数字啊 放在一起看,就能吓你一跳 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普通零数客户啊 这个占多少呢 一共是1.55亿户 咱们说过这个零数客户 总是是1.58亿 那用1.55亿户 除以1.58亿户 然后普通零数客户 不是金规划,也不是私人银行的 占98% 那个他们呢 占有多少资产呢 只占有很可怜的 1.6万亿 也就是说占18%的资产 也就是说98%的人 只占有总资产的18% 那很恐怖了 那金葵花客户占多少呢 金葵花客户呢 比例呢 是占所有存款户的2% 将近2% 1.9% 他占多少 多少那个资产呢 占31% 那那这很厉害了 合着财富都在少数人手里 这个传说是真的 那我们再看看更富有的 这个私人银行客户 他的占比是多少呢 占有82%的资产 你说恐怖吗 真的非常恐怖 这还是有资产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招商银行啊 他只是来这开户的客户 他进行了统计 还有没开户的呢 而且他具有代表性啊 招商银行是比较大的一个商业银行 服务也比较好 有钱的没钱的都开都在那里开户 别的大商业银行 开户的也不少 那如果把这个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假设放到全国 那也就是说是所有开户的人 大概也就是说2%的人 要占有社会上82%的资产 0.063%的人 要占有31%多的资产 那还有一部分没开户的呢 有吗 有朋友们 真有 据这个世界银行统计 在2015年 2015年之后 没有统计过 或者是统计了 我们不知道啊 那个说是中国啊 还有两亿多人啊 压根就没有存折 也没有银行卡 那如果你把这一部分比例 也算进去呢 粗算一下呢 如果以此 以招商银行这个年报为例 中国大概 有2%的人 要占有85%到90%的资产 非常非常的恐怖 98%的人 只占有15% 甚至不到10%的资产 要知道还有好多人的资产 都转移到海外 这种情况也不少 那中国这个贫富差距 真的很恐怖 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呢 就是描述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收入 分配是否公平 如果相对 大家差距不大的话 这个比例呢 就接近于零 如果差距越大呢 就越接近于一 中间的安全线呢 是0.4 也就是说 在0.4以下呢 这个社会呢 是大家收入相对比较均衡 这个贫富呢 差距不是太大的一个国家 他的社会稳定性更强 社会也正 也更公平正义一些 大于0.4到0.5 就很危险了 大于0.5到0.6呢 这就是极度危险 非常容易产生社会矛盾 和社会动乱 大于0.6的国家 那很少很少 好像没有几个 这都属于战乱国家 那看看中国的这个 基尼系数呢 中国的基尼系数 大概是 据官方统计啊 一直都说 百分之零点四级 可是呢 据公众的报道呢 美国才百分之零点四级 那不是百分之零点四级 才零点四级 美国也是零点四级 可是美国 可没有这么 严重的贫富差距 对穷人的这个关照 是非常的多 欧盟大多数国家呢 是0.2到0.3 很少也超过0.4的 只有非洲几个国家 达到0.6级 0.7左右 中国也说 它是0.4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中国这个数据 想说多少是多少 然后呢 中国有一个西南财经大学 还有几个 这个智库 还有别的财经领域的研究机构 偷偷摸摸的 说过一些其他的这种数据 说中国呢 这个 叫什么 嗯 基尼系数呢 大概是在 0.6以上 就没敢说是0.6级 还是0.7级 甚至0.8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说 以中国这个状况 就处在一种 非常不安定的状况 贫富差距非常的大 嗯 这个数字呢 也从这个招商银行 这个年报 也可以看出来 2%的人 占有80% 甚至到90%的这个社会财富 0.063%的人 要占有30%多的 这个财富 而且啊 这个还不是静止不动的 还是静态发展的 怎么说呢 这个私人 这个银行 数目啊 今年的这个 叫做 呃 叫做什么 叫做 增长率比上年呢 还比增长了 22% 而这个金贵花客户呢 增长了17% 普通客户呢 只增长了9.5% 那也就是说 有钱的这个超级富豪 增长了22% 是越来越多 这个 普通的这个 富裕一些的 算是中产阶级吧 或者富裕阶级吧 普通的富裕阶级 增长呢 17% 是第二多 谁增长的最少呢 就是零售客户 普通的民众 他们增长的最少 他们呢 户均呢 只有9000多块钱 1.6万亿 除以1.55亿亿户 得出来的呢 是9600 我算了一下 9687元 有很多人觉着啊 你看我在银行里存款 才个两三万块钱 一两万块钱 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给人家打招呼 其实你大可以 硬朗起来 为什么 这个 很多人还不录你呢 平均数值啊 才9600多 还不录你 况且还有好多人 没有开过户的 还有赤坪的 还有很多 就是开了户 有点存款 他还有大量信贷 有房贷 有车贷的 真要算起来 你净资产 只有9000多块钱 算是不错的呢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 长此以往 我看 只要是有什么事情 只要是有什么导火索 这个社会震荡起来 处于 叫 基尼系数 非常高风险区的这么一个 区间 这 就是 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当然 中共无所谓 中共觉得 他把钱都发给了公务员 都发给了枪杆子 刀把子 这个 都发给了记者 医生 以及各个 紧要关口的人员 你小老百姓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什么职权也没有 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 再加上 愚化你 再加上 枪杆子的镇压 你能怎么着 你们这些地端人口 能怎么样 他们就是压榨这些人 当奴隶 本来你奴隶 要什么资产 只要是 把你们忽悠住 该死的死 该老的老 等他的这个 什么工业 二点 什么什么 工业四点零吗 什么这个 2035计划实现 以更多的机器来带 这些奴隶 这个 自然危机就渡过去了 剩下的公务员们 带着机器设备 一起建设 他的这个 半国家资本主义 半封建主义的 超级权贵领导的 奴隶制社会 爽得很 好了 拜拜